李宗瑞终于出来投案了 但是这二十几天 他到底都躲到了哪里 原来他都躲在彰化 投靠一名女保险员陈美兰 陈美兰说他们两个人 是两三年前在台中认识的 因为不忍心看到李宗瑞走投无路 所以才会收留他 那么在李宗瑞投案之后呢 陈美兰也出来自首 检方是以藏匿人犯的罪嫌 预令12万元交保 原警开路媒体团团围住 用夹克遮着头的女子 就是李宗瑞通气二三天 协助常逆的 47岁女保险员陈美兰 其逃亡期间 均常逆于其女性友人陈美兰 位于彰化时之住处未出 期间均靠陈美兰接济以及照料 涉嫌常逆李宗瑞的陈美兰 23号晚间主动向警方自首 公称7月31号李宗瑞跑去投靠他 就一直常逆在 彰化雌修北路的逐屋处 李宗瑞三餐吃喝 都由陈美兰照料 两人在两三年前 经由朋友介绍认识 从此互动频繁 陈美兰也因常逆人犯罪嫌 警方预令12万元交保 限制住居 当初检警为了逼迫李宗瑞现行 祭出兼臂亲野策略 断其晶圆人脉 追出关键人物台中角头方敏毅 绰号要命小方的方敏毅 他是中部新生代角头 是诈骗集团首脑 被枪杀身亡的台中角头 翁齐南金主 李宗瑞到台中时 都会和他以及其他富二少 到酒店聚会循环 征讯时方敏毅否认 掩护帮忙李宗瑞逃亡偷渡 遭到赤回 但期间检警透露 要约谈李宗瑞的干霸跟干戈 两人在台北台中商界黑帮 具有重量级身份 避免事情闹大 李宗瑞23号总算投案 而据了解 方敏毅也说 李宗瑞其实很多事情 会找父亲李月昌商量 小摩姐妹花下药偷拍事件 李月昌早就知情 还出面摆平 另外遭到约谈的台版田中千会 流星女子也爆料 李宗瑞不只是妈宝 父亲李月昌对儿子 更是有求必应 帮忙处理疑难杂症 况且李宗瑞投案时 也是由父亲李月昌联络律师 监警因而怀疑李月昌了解 儿子逃亡过程将追查是否涉及 常逆人犯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